先给小姐姐开个美颜 一白遮白丑 这个小姐姐这么多痘痘 也给她开个美颜 你会不会拍啊 我去 好白呀 帮小姐姐拍出漂亮的照片 那看一下包包有什么 哦 墨镜感觉是遮这位小姐姐的黑眼圈 墨镜一戴 谁都不爱 那她头上的痘痘 应该是用这个帽子遮住的 也就是天生励志 这个女孩脸这么黑 先给她开个美白滤镜 一白遮白丑 这肚子咋都是坠肉啊 给她来一束花挡住吧 哎呀 中午吃的太饱了 还有这个女孩夜毛这么旺盛 用窗壳贴把它粘掉 不对 那应该就是用这个胶布吧 哎呀 好疼啊 她脖子好像受伤了 用窗壳贴贴一下 这又不是伤口 要有什么窗壳贴 不是伤口吗 难道是带一个狗圈 你行不行啊 细狗 那这女孩脚上还有奥利给 用不擦一下 不行啊 哦 先去沾点水 再给它擦干净 哼 什么瘦财的狗屎 对了 这女孩腿这么粗 给她来个瘦腿滤镜 这样可以了吧 这大长腿迷死你 可是咋没过关 是不是这女孩的脚太大了 给她也来个瘦腿 你会不会拍啊 我去 不行 但是哪里没修好呢 这个女孩也来个大长腿 你会不会拍啊 妈爷算了 我可以进来了吗 你以为让小女孩进来就可以了吗 关卡名称鬼屋惊魂 今天又是我职业班 烦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竟然发生了命案 记下所有线索 长长的指甲 女孩头发是棕色的 脖子还有牙印 她戴着项链 还扯下了一块衣服 她不会注意到我了吧 来了来了 谁啊 我手机掉里面了 可以进来查一下监控吗 找出异常之处 小女孩也有棕色头发 她的脸色发白 脖子也有牙印 手指甲也很长 大叔 我可以进来了吗 不能让她进来 你等着 我去找找你们领导投诉 来了来了 又是谁啊 你好 我钱包掉鬼屋了 想进来查一下监控 她有尖尖的獠牙 皮肤也是发白 还有长指甲 背后有奇怪的脚印 衣服还破了 我可以进来了吗 我们直接打开柜子 用符纸把它镇住 如果你把爱心奶茶 给了美人鱼 红色饮料给了海豹男 橙色饮料给了海豹仔 这还差不多 你就会拿到衣服 逆贴好牌 此时你直接赢下这局的话 春天 我赢了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去 不讲武德呀 因为规则说 娇人姐姐排品比较差 所以我们只能单走一个六 十七张八 我赢了 谁赞成 谁反对 现在只能选择赞成了 你作弊 我反对 咦 这是什么 糟了 快溜 海豹男竟然出卖我 黄蹦爹 你跑哪儿去了 这里用剪刀剪开小熊 威则说 娇人姐姐如果生气了 你只能靠实力去平息她的怒火 那只能牺牲我的美色了 馆长 这么巧啊 待会儿约顿烧烤不 少来这套 看来我不够美呀 那我们先拿出口袋的药水 直接变身美男子 再披上纯白的外衣 戴上爱的玫瑰 准备就绪 馆长 这么巧啊 待会儿约顿烧烤不 王蹦爹 待会儿我请客 果然是帅帅惹人爱 但如果你在逃跑的时候 带上海豹仔仔 小白啊 馆长生气了 快跟我跑 然后把身上的药剂 给海豹仔仔喝 总算变成人形了 馆长姐姐 王蹦爹往那边跑了 蹦爹啊 我帮了你这么多 你怎么报答我呀 这海豹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如果你没有帮司马伪装成功 死马老贼 你骗我 就会被诸葛亮发现了 丞相是我医生之敌 我要潜伏在他身边打探情报 那你先把脸变一下吧 化一下妆 可不能被其他人认出来 然后身体也要变啊 为了大业 只能牺牲自己了 你也是够狠的 接着竹简要变成刺绣吧 学习一下女工 然后这令牌要变成胭脂 学习一下化妆 还有这地板也要换掉吧 先把营帐变归房 诸葛亮有这么傻吗 对了 桌子也换掉 家具也要换一下 然后是后面的屏风 屏风也换掉 这还有啥要变的 哦 还有他做的凳子 家具也要换一下 接着再看一下窗外吧 妈呀 你竟然对着一个男的流口水 我可是远近闻名的才女 咋就变成小鸟了 算了 那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 月鹰 我要进来了 孔明先生 这次你还能拿得出超过我的计谋吗 我是真的服了 阿姨 我要饿婚了想点个外卖 这孩子二婚了 这孩子二婚了 还在外面吧 我去 我喝不了太多酒 他说他活不了多久 可惜这孩子了 医生说他得了病 活不了多久了 帮助大妈传话成功 我没有驾照 肯定不得行 他说没有驾照 开车判了刑 听说他没有驾照 开车判了刑 我找了个男朋友 长沙人 他找了个男朋友长沙人 他找了个男朋友长沙人 吓人得很 我想请个宝洁 他都要买宝石洁了 从小我就觉得他有出息 现在都要买宝石洁了 我在义乌打螺丝 这孩子在义乌当苦力 这孩子在义乌当苦力 可怜得很 诶 不对呀 阿姨 我有点绵腾好骗 他是一个骗子 他是一个骗子 专门在外面骗男孩子的钱呢 又不对嘛 如果让女友去洗澡的话 糟糕 打回原形了 妖怪 把我女婚又哗回来 这下误会大了 宝贝开门 我快憋不住了 糟糕 我要赶快变回人形 那先吃一颗鲜丹吧 我要化个妆 你的脸这么黑 用啥好呢 应该先敷面膜吧 我想要一头修发 舌头要换修发呀 那应该直接再生生发 我想让身材变好 这回要身材变好了 感觉跳绳比较健康点 我想去掉身上的舌林 那要用什么呀 用热水洗了会脱落吧 我想拥有漂亮的肤色 这回要变肤色了 感觉用青瓜比较健康吧 我去 怎么这么绿 这下要怎么办呀 直接穿上衣服嘛 绿色环保 哥哥最爱 妖怪 把我女婚又哗回来 爷爷腿都断了 应该让他回到过去吧 过去帮老王修空调 把腿摔断了 你就是老王吧 那妈妈都打掉针了 回到过去就不病了吧 人家刚满18岁 我也 刚满18岁 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孙女看起来很幸福啊 应该能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 诶 她是DJ嘛 所以未来的桌子变成了DJ台嘛 一回家总是特别想蹦 果然是这样 那房子肯定要去到未来变成大别墅啊 诶 这只狗咋这么老 我去 你会不会说话 回到过去变成小可爱吧 狗狗小时候特别可爱 对呀 这口缸也破了 回到过去就不破了吧 那这个围栏是建筑 未来的围栏应该漂亮一点吧 现在还有一个过去和未来 这边的水池是干枯了嘛 应该让它回到过去才对吧 小河清澈见底 水都可以直接喝 哦 所以未来的山是变成大城市嘛 漂亮 一次搞定 我这藏不住的高智商啊 如果你没有帮作业本变身成功 这下主人不会再抛弃我了吧 我不能没有你 别丢下我 你什么档次 哪里比得过手机 还是比不过手机 砸死了 我毕业了 我要和手机长相厮守 你这些作业一共可以卖十块 赶紧带她走 别耽误我和手机度蜜月 当初对我爱搭不理 明天我要让你高攀不起 我需要一个帅气的头 开始变身了 先选个美男杂志吧 我需要一些头部的装饰 你这纸片人怎么装饰啊 用剪刀把你剪出来先 然后再选择一副斯文的眼镜 戴上眼镜更沉稳威严 我需要个身子 开始变身体了 把墨笔和气球合起来 选择西装身体 我需要一双手 现在要变出手来 猪手不行 鸡爪也不对吧 还是大葱适中一点吧 我需要一双腿 现在要腿了 那把西装跟石头合成 再把牙签夹进去 西装腿裤出来了 最后增加一些配饰 配饰啊 咱们可是作业本 肯定要优化名单了 但是这个收买主人 曾经的作业已经死了 我现在是牛骨路工作 看在我们曾经感情的份上 别抛弃我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我去反向操作啊 哈哈哈哈 哈哈